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 读完本书才有力气完成剩下的梦想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9万字 我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如何认识与摆脱疲惫 找到自己的动力之源 重新拥有动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们先来听个故事 在19世纪的法国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他有本最著名的代表作 就是人间喜剧 一共包含了91部小说 描绘了2400多个歌剧特点 性格迥异的人物 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封碑 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但是巴尔扎克有一个特点 一旦开始工作就变得十分忘我 他费寝忘食不知疲倦 不停地写呀写呀 终于因为疲劳过度 在1850年8月18号 晚上的11点30分 与世长辞 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只留下还未全部写完的人间喜剧 成为人世间永久的遗憾 因为过度疲劳而未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去世的人呢 并不只有巴尔扎克一个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也是因为忧思过甚 每件事都亲力亲为 导致劳累过度 最终积劳成疾 还没完成讨伐曹魏 兴富汉士的任务 就不幸病死于武藏元的军营之中 当时的诸葛亮才54岁 时光流转到了现在 在我们周围呢 因为身体透支 或者是疲劳过度 而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甚至是猝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到 懂得许多大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有梦想 有追求 雄心勃勃想做出一番大事 却总是因为身心疲惫 而无力前行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 读完本书 才有力气完成剩下的梦想 这本书里 读完本书 才有力气完成剩下的梦想 是由法国的两位作家 马林斯基亚帕 与塞德里克 布里吉埃 共同书写而成的 马林斯基亚帕 是法国心理学家 职场妈妈的创始人 也是法国盲乐师的副市长 她在法国多个政府部门 以及大型的企业 开展过许多关于 预防过度疲劳的讲座和培训 塞德里克 布里吉埃 是法国著名的 职业规划和管理专家 曾发表和出版了 大量有关职业管理的 专业文章和书籍 在读完本书 才有力气完成剩下的梦想 这本书中呢 马林斯基亚帕 与塞德里克 布里吉埃 两位作者为我们详细阐述了 现代人身心 透支背后的心理成因 并引导我们 面对真实的自我 了解自己内心深处 最隐秘的秘密 直到找到自己的动力之源 学会激活自己内在的动力 成为能够掌控自己 工作和生活的人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呢 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书里内容很多 我主要从以下的三个方面 进行阐述 第一个要点 什么是疲劳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疲劳 第二个要点 疲劳有什么危害 第三个要点 如何对抗疲劳 激活自己内在的动力 重新拥有充满动力的人生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什么是疲劳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疲劳 一说起疲劳这个词呢 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觉得陌生 可是如果真的让你解释 什么是疲劳 你能说得出来吗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说不出来 马林斯基亚帕与塞德里克 布里吉埃两位作者认为呢 疲劳指的是因为身心透支 而导致行动力的缺失 网上则将疲劳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解释 疲劳呢 在主观上指的是人体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疲劳在客观上呢 则会使处于同等条件下的人 失去他完成原来所从事的正常活动或工作的能力 举个例子 你家住在五楼 你每天下班后都要爬很多级的楼梯才能回家 在正常情况下呢 你可以一口气上五楼 并且丝毫不觉得费劲 可是有一天呢 你下了班之后站在楼底下 突然觉得哎呀 五楼好高啊 你每上一层楼就要休息一会儿喘口气 才能继续往上走 好不容易爬到五楼了 进了家门 你摊在沙发上 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恢复正常 这就说明你疲劳了 你失去了原来在正常情况下 一口气爬到五楼不费劲的能力 不过这种疲劳只是暂时的 只要好好休息几天就能恢复了 总的来说 疲劳是由于身心透支而产生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呢 让人很不舒服 并且会导致人的行动力缺失 使人无法完成原来所从事的正常生活或者工作 好说完了这个什么是疲劳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我们会感到疲劳 马林斯基亚帕和塞德里克布里吉埃两位作者认为 造成我们疲劳的原因可以分为心理家庭工作三个部分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造成我们疲劳的原因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心理方面的原因 马林斯基亚帕与塞德里克布里吉埃两位作者呢 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很多时候使我们感到疲劳的并不是我们所做的那些事儿 而是我们对待这些事儿的态度和看法 这句话应该不难理解啊 举个例子 同样是因为工作繁忙天天加班到深夜 如果说你觉得这是在为公司加班 为老板赚钱 那么你一定就会觉得很累 如果你觉得这是在为自己加班 能够增长自己的见识和经验 那么你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 如果呢你是因为自己创业而加班 那么你不但不会觉得疲惫 反而会因为加班越多而越高兴 虽说你看啊 同样都是加班 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同 自己的感觉也就不同 可见心理的作用是有多强大 说完了心理方面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家庭方面的原因 已经成了家的各位朋友 一定都能感觉到 家庭呢是造成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 家人的衣食住行 样样都需要有人操心打点 家里的被子呢需要有人晾晒才会蓬松柔软 家里的厨房呢 需要有人擦洗才会整洁靓丽 家里的卫生间也需要有人打扫才能干净清新 光是做这些家务就够让人疲惫的了 如果说你家里还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一分钟没看住就开始捣乱 把抽屉里的各种东西翻出来 丢在你刚刚脱干净的地板上 有一点不高兴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发出刺耳的尖叫 吵得你无法休息 那就更容易让人崩溃了 做家务和看孩子并不像 你想象的那么轻松 许多家庭主妇呢在忙了一天之后 基本上都会累的瘫在沙发上 想动也不想动了 好说完了心理和家庭方面的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工作方面的原因 工作是导致疲劳的根源 心理和家庭方面的原因呢 最多只是令人疲惫 工作却会让人透支 甚至是猝死 我们每一个人一天的24小时 除了睡觉休息的时间之外呢 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工作 工作为我们带来收入 让我们能够养家糊口 买自己想买的东西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工作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了 数不清的烦恼和疲惫 繁重的工作压力会导致疲劳 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 生存压力大 高昂的房价 逼迫着我们只能拼命努力工作 才能跟上房子涨价的步伐 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 长时间的高压工作会导致人身心透支 从而丧失行动力 就像弹簧一样 我们都知道弹簧是有弹性的 给弹簧一定的压力呢 可以让弹簧弹得更远 但是如果给弹簧过大的压力 就会损坏弹簧 导致他失去弹性 当我们因为工作而被迫戴上面具 出现在别人面前时 也会导致疲劳 为了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为了在上司面前 能够有良好的表现 我们或多或少都在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 戴着面具生活 伪装自己 使自己在工作中表现得像 另外一个人 从而获得大家的喜欢 但是这种伪装呢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长久的 我们也许能够伪装一星期 或者几个月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伪装下去 你会觉得疲惫 最终你会在爆发中撕掉面具 重新成为你自己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什么是疲劳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疲劳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疲劳呢 是由于身心透支而产生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让人不舒服 并且会导致人的行动力缺失 使人无法完成原来所从事的正常生活 或者是工作 造成我们疲劳的原因呢 可以分为心理家庭工作三部分 只有知道造成我们疲劳的原因 明白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疲惫 是什么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才能对症下药 使我们能够战胜疲劳 满血复活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要点 疲劳有什么危害 疲劳的危害呢 首先体现在对我们外貌的影响上 当一个人能有时间获得充分的休息 精神愉快 心情愉悦的时候 他的皮肤是红润有光泽的 他的眼睛呢 是灵活有神的 并且他会花心思 花时间在自己的穿着打扮上 维持自己外表的整洁 给人一种神采奕奕 十分有活力的感觉 当一个人疲劳的时候呢 一方面他的外貌会变得憔悴 眼睛周围呢 会有黑眼圈 眼睛里会有红血丝 脸色苍白 皮肤变差 不如以前那样红润 头发也比以前少了 另一方面呢 他也不会再有精力 像以前一样 花很多的时间 在保养皮肤和穿着打扮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轻易的从一个人的外貌 判断出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疲劳 其次呢 疲劳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有科学研究表明 如果我们每天的睡眠时间 少于六到七个小时 我们身体中的大约七百个基因组 就会因此造成严重的损伤 并且当我们的身体处于困倦中时 它会调动所有的能量 使我们保持清醒状态 这时呢 我们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产生抗体的速度会降低 面对一些病毒或者是病菌的入侵 身体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导致一点点小病毒就会让我们生病 并且一旦生病 就要花费比以往更长的时间才会康复 更不用说疲劳会降低我们的注意力和警惕性 从而导致跌倒受伤 车祸 伤害我们的身体 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 疲劳呢还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在我们觉得疲惫的初期阶段呢 我们会对周围的人表现的冷漠 对周围的事情都漠不关心 感觉整个身体被掏空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联系他人 或者是顾及他人的感受 接着呢 我们会容易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 一些微小的情绪也会被放大 你会变得容易走极端 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你暴跳如雷 或者是自怨自艾 你会和身边的人因为一些小事 大吵大闹 或者是变得格外的多愁善感 变得忧郁 觉得全世界都不在乎你 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的意义 这些表现都是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利的 会影响我们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 最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疲劳对工作的危害 疲劳呢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降低还会让人变得没有耐心 产生一种心理交瘁的感觉 然而呢 有许多职业 由于职业本身的特点 要求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员 必须具备耐心 爱心 仔细 注意力集中等良好的素质 比如说 外科医生 技术工人 幼儿教师等等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名工人 由于过度的疲劳 导致工作时精力不集中 把产品做错了 顶多就是被骂一顿 如果说呢 你是一名老师 因为疲劳导致上课出现错误 你还有挽救的机会 可以在下节课纠正回来 可是 如果你是一名司机 你在工作上出现一点失误 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导致撤毁人亡 如果说你是一名医生 做手术时 更要保持百分之百的精力集中 否则手术中操作出现一点小错误 都有可能让你丢掉工作 甚至是危害到病人的生命 好 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要点 疲劳有什么危害 疲劳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还有可能是我们丢掉工作 甚至是丧失性命 既然疲劳有这么多危害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是有办法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如何对抗疲劳 激活自己内在的动力 重新拥有充满动力的人生 我们将从家庭工作身体三个方面 来说一说如何对抗疲劳 先来说说这个家庭方面 前面提到呢 家庭是造成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 他们之间的争吵猜疑 家务分工都会成为令人疲劳的起因 那么就想办法平衡家庭生活吧 作为家庭主妇呢 你可以适当的放手 重新分配一下家务 让丈夫也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 而不必事事亲力亲为 自己累得要死 还要忍受丈夫 你看看你怎么收拾家 怎么带着孩子之类的抱怨 吃力不讨好 要知道啊 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 夫妻双方都有义务 维持家庭的整洁 所以说 把丈夫也发动起来 一起做家务吧 要注意的是 当丈夫做家务时呢 要对丈夫有信心 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忍受丈夫的不完美 不要喋喋不休的抱怨丈夫 这里没摆整齐 那里没擦干净 要给丈夫鼓励 让丈夫觉得 做家务是件快乐的事 更不要因为丈夫做的不好 就干脆自己上阵做家务 这样呢 你只会把自己累死 好 说完了家庭 再来说说工作方面 我们应该知道 工作上的疲劳呢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你感觉疲劳 进入倦怠期之前呢 你会先经历一个叫做燃烧期的阶段 燃烧期是疲劳的内化时期 在这个阶段 人已经很累了 应该要休息了 但是处于燃烧期的人 并不这么觉得 他们拒绝承认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并且会压抑自己的疲劳感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继续超负荷地投入到工作中 努力燃烧自己 直到耗尽自己的精力 因为过度的疲劳 而不得不休息 不过别灰心啊 你现在仍然有时间防止你从燃烧期 想倦怠综合针过度 马林斯基亚帕 与塞德里克布里吉埃 两位作者在书中呢 提到了Invest模式 它会帮助你通过合理安排 摆脱超负荷的工作 让所有的事情 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Invest模式指的是什么呢 Invest模式是由六大原则组成的 预防疲劳的关键 其中这个IN指的就是自我反省 通过自我反省 了解内心深处的我 V指的是意志力 拥有顽强的意志力 可以帮助你面对 甚至是消灭疲劳 E指的是能量 我们必须要获得足够多的能量 才能有精力对抗疲劳 S指的是支持 看看你周围的人啊 从他们中找出那些正能量的人 用来鼓励自己对抗疲劳 T指的是才能 你要相信自己是有才能的 学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不用过分的疲劳 也可以很好地完成工作 I指的是归因性 有些人呢 可能会轻视自己 把自己的成功都归功于外界环境 比如说机会 运气 你应该相信自己 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这样呢 你才能在以后的生活中 产生积极的信念 并从中集圈能量 对抗疲劳 Invest模式让我们知道了 停止疲劳 并不代表你要停止工作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既可以继续工作 又可以使自己不那么疲劳 好 解决了涉及家庭工作的问题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 如何从身体方面对抗疲劳 答案其实很简单 多喝水 健康饮食 多运动 保证高质量的睡眠 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真的能够全部做到的人并不多 水对人体的重要性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多喝水能够帮助你恢复精力 使身体远离透支 多喝水呢 还能有助于身体摆脱毒素 避免毒素在体内的滞留 食物的重要性呢 就更显而易见了 食物能够提供能量 帮助我们预防透支 至于运动呢 则能够让人在疲惫的阶段 保持良好的状态 最后我们要说说睡眠 拥有高质量和充足时间的睡眠 能使你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而睡眠不足 则会对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啊 苹果之父乔布斯一直在 以和时间赛跑的观念拼命工作 他生前是每周工作7天 每天工作18个小时 夜以即日 不知疲倦的 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 处理公司事务 长时间的操劳 使乔布斯得了一线癌 身体也因为过度的透支 而导致免疫力下降 失去了对抗癌症的能力 最终呢 使得乔布斯在一次会议上倒了下去 再也没能站起来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三个要点 如何对抗疲劳 我们从家庭工作身体三个方面讲述了 该如何对抗疲劳 激活自己内在的动力 重新拥有 充满动力的人生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分配家务 在工作中采取invest模式 以及多喝水 健康饮食 多运动 保证高质量的睡眠 来对抗疲劳 在透支干扰你的身体 对你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之前 诊断和挽救它 好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呢 我们说到了什么是疲劳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疲劳 疲劳呢是由于身心透支而产生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让人不舒服 并且会导致人的行动力缺失 使人无法完成原来所从事的正常生活或者工作 造成我们疲劳的原因可以分为心理家庭工作三个部分 只有知道造成我们疲劳的原因 明白什么让我们如此疲劳 是什么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才能对症下药 使我们能够战胜疲劳满血复活 其次我们说到了疲劳有什么危害 疲劳呢会影响我们的外貌 使我们看起来就显得没有精神 十分的憔悴 疲劳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导致一点点小病毒就会让我们生病 并且一旦生病 就要花费比以往更长的时间才会康复 疲劳还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使我们与周围的人关系变得糟糕 最后呢 疲劳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丢掉工作 甚至是丧失性命 最后我们说到了该如何对抗疲劳 我们已经知道了疲劳的害处 那么我们该怎么对抗疲劳 拯救疲惫不堪的自己呢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分配家务 在工作中采取invest模式 以及多喝水 健康饮食 多运动 保证高质量的睡眠 对抗疲劳 在透支干扰你的身体 对你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之前 诊断和挽救它 是有意外的 是有意外的 比较少许草